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理星期一在巡视祖国广场的时候被媒体询问到有关沙盟是否仍然支持团结政府的时候 总理 Abang Zahari就强调出他只希望马来西亚政府保持稳定 我们的重要是了工厂的社交媒体 我们是支持我们的工作 如果学习会所遭的客户 何会在那里发付的吗? 如果投资没注入 有工厂会也来少 它会变成了社交媒体 而当被问到迪拜行动的时候 总理就说当得知自己和这个秘密运动 竟然有关联的时候 而感到非常的差异 我们在买衣服我们也不喜欢买衣服 我们买衣服我们买衣服我们买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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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 23日 已经有了 我们还要离开 我们不接受 另一方面 Abang Zohari星期二也接见了旅游创业产业 及表演艺术部长 德德区阿Badud Karim 阿Badud Karim过后也在他的脸书专页上 评文说拜会的主要目的是向总理来汇报 有关部门的工作事项 把家庭转到新冠病毒的最新进展 上来月在2023年12月17到23日 共新增了四宗的死亡案例 那当中古镜占了三宗 美里占了一宗 副总理德德阿玛德格斯表示说 离世者是感染了这个Omicron 也就是JN1和HK3的病毒 另外在第51流行病学周当中 也新增多942宗的确诊病例 较前一周的631宗 共增加了311例 也就是增加了49.29% 也是沙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 道格拉斯在近期发表的文告当中表示说 同期全国确诊的感染病例 也增加了近50% 因此呢 他提醒人们要继续保持最高的警惕 采取必要的措施 并遵循马来西亚卫生部的指导方针 避免受到感染 同时他也提醒民众 尤其是老人家 小朋友和患有慢性疾病的高风险族群 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尤其现在已经监测到 HK3和JN1的这个变种病毒 回归的一个迹象 来关注事务的消息 马来西亚卫生部已经批准 为事务医院提供一台新的 核磁共诊成像仪 也就是MRI 上岳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副部长陈明志指出 这台价值200万令吉的仪器 是获得上岳新藏基金会的捐款 在去年10月25号获得了批准 他也说卫生部也批准升级现有的场地 来方便这个机器的安装和操作 他会提到全我们的消息 尤其是区域充足的利益 尤其是区域充足的散布 充足的利益 尤其是区域充足的利益 他会认识患病毒 他星期日在事务举办的迎接 2024年跨年道致晚会上 致辞的时候就说 这是政府改善施屋公共卫生系统承诺的一部分 因为公共卫生也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之一 而天价这个新的合资共整仪也体现了少岳月政府 持续投资在社区福利和医疗基础设施 以及创新发展的承诺 另一方面 施屋市议会主席丁永豪也希望说 施屋市民继续努力 让施屋成为一个干净的城市 再来关注本周选区重划的消息 大马选举委员会正在考虑及探讨重新划分 少岳月州选区的正当性 大马选举委员会主席丹斯里阿杜盖尼 星期一发文告表示说 选委会不打算重新划分马来亚半岛以及沙巴选区 因为间隔期限还未届满 那加上现有的选区划分检讨是每隔八年才能进行一次 或者是说有国会议员或者是州议员人数结构有更改的时候 才能这么做 那喜马半岛上上一次的这个选区划分是在2018年 至于沙拉月和沙巴则分别在2015年及2017年完成 最后我们也关注到沙拉月政府 透过沙拉其他宗教事务单位Unifor 为教会学校来提供拨款作为发展用途 巴都基当区州议员拿督罗克强指出 沙拉其他宗教事务单位不只是为宗教单位来提供援助 也帮助教会学校以及提升这个学生们的学习环境 他希望人民继续支持沙拉月政府争取教育自主权的努力 以便将沙拉月的历史列入到教程当中 他星期二在沙拉其他宗教事务单位 见证了这个单位移交了总值10万2000令吉的支票 给盛兴小学的时候这么说 罗克强也对沙拉宗教其他事务单位 致力于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与理解表示赞赏 新闻结束前为你送沙2030年下月 总理愿景之2030年后疫情发展策略片 以上是今天的乌卡斯华与新闻 想知道更多 欢迎浏览乌卡斯所有的社群媒体平台 同时也请你时刻关注乌卡斯的官方网站 乌卡斯的shawa.gov.my 和订阅乌卡斯的YouTube频道 以获取更详尽的新闻资讯 VC Premier 2030 Strategi Pembangunan Pasca COVID-19 PCDS 2030 Dengan mandat penuh rakyat Sarawak dan yang telah dirancang di bawah Strategi Pembangunan Pasca COVID-19 PCDS 2030 yang dilancarkan pada 22 Julai 2021 Menjelang 2030 Meningkatkan kemudahan menjalankan perniagaan dan menjadikan Sarawak dan sosial untuk semua rakyat Sarawak dengan memberi tumpuan kepada golongan miskin Menyeimbangkan kemajuan ekonomi dan kelestarian alam sekitar Plan transformasi ini akan menggariskan 6 sektor utama sebagai pemacu pertumbuhan iaitu Pembuatan Pertanian Pelancongan Perhutanan Pelombongan Perkhidmatan Disokong oleh 7 pemboleh iaitu Transformasi Digital Inovasi Pendidikan dan pembangunan modal insan Kemudahan asas Utility Pengangkutan Tenaga boleh diperbaharui Aspirasi Sarawak ke arah negeri maju dan berpendapatan tinggi akan dilaksanakan di bawah RMK12 2021-2025 dan RMK13 2026-2030 Di bawah RMK12 fokus utama ialah untuk melengkapkan projek kemudahan asas sebagai platform untuk mendorong pembangunan ekonomi VC Premier Surawak Maju 20-30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